新北好茶新店区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结果出炉了 特长奖是由朱镇南所获得 这一次的比赛总共有61点的报名参赛 评审都表示 今年拜好天气所赐 茶农所做出来的茶叶 茶色蜜绿 茶汤甘醇 香气浓郁 比起去年的品质还要更好哦 最近是春茶盛产的季节 新店区农会举办的新北好茶 新店区春季优兰文山包种茶比赛 今年共有61点报名参赛 由农委会茶开场文山分场 以及新北市农会文山茶推广中心专业人士担任评审 评审项目包括了外观 茶汤水色 香气滋味 由于在今年制茶期间气候条件不错 所以品质较去年来得好 新店区的比赛茶 外观都非常的整齐 那水色也都是蜜绿 翠绿 那在滋味上面的话 整体上都是非常甘甜 富有活性 那因此今年的品质 基本上整体上非常的 算是非常的好 今年的气候环境都非常的好 是这几年来的好天气 所以茶间状况都应该 普遍来说 整个文山茶区都非常不错 所以今年的茶的品质 应该可以消费者应该可以非常的接受跟喜欢 蜜绿色的茶汤加上优雅的花香 还有入口甘醇的茶汤 正是文山包装茶最大的特色 所以今年的茶叶品质一定不会让消费者失望 另外新北市农会文山茶推广中心主任 赖水城指出 这次参赛的茶叶都有一定的水准 只有少部分在烘焙时 若有忽略 下次可以多加注意 有一两个茶就是烘焙的 这个透度还不是很足 那这一点可能要稍微加强一下 以免消费者买回家之后 可能在半年一年之间就走位 新年人会常务监事周兴旺表示 藉由公开透明化的比赛一方面有专家为品质把关 同时也可以帮茶农提升收益 比赛一出来就是有等数的关系 也有公信力 你自己卖的话都比较没有公信力 这次的比赛结果是由周振南拿下特等奖 由松富荣获头等一 相关的比赛查讯息 民众可以电洽新店农会 29106666 记者新品这本期新店采访报导